而现在呢这个泰山公司还有西班牙油品公司之前呢因为被质疑有混油的状况 但现在他们也质疑食药署这个检测同叶绿素的方法呢可能有问题 因为他们质疑呢这个是定性不定量只能检测出有或没有 是不能够测出里头数值是含有多少的 因为业者坚称呢同叶绿素是在种植的时候 土壤里头就已经存在的物质 认为食药署的检测方法是有瑕疵 而今天食药署呢也首度公开了这个检测的仪器 而且驳斥了业者的说法 说既然规定是不能够检出就没有定量的问题 而且之前也没有任何的相关报告 证实同叶绿素呢是可能天然存在油品当中的 实验室外一整排都是等着排队检验的油品 假如事件爆发后检验人员忙翻天 一个月来验了2000次棉分同叶绿素样本 那首先样品我们会先经过前处理 然后前处理完以后 然后我们就放上去 检验员拿着手中检体放入高效一项 曾吸引经过进化淡气吹干的程序后 在里头和同叶绿素对照品分析 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 就要在郊游隔壁这台串联直谱仪确认 结果就能出炉 但是检验样本不靠标准品 而是拿大桶甲油经过进化后 萃取出来的同叶绿素当作对照样本 自行研发的检验技术 却被业者提出质疑 但有验出不排除 有自然形成的可行性 强调国内的检验技术是定性不定量 而且铜是自然元素 早在种植时就已经存在 食药署驳斥这项说法 只要验出有铜叶绿素 那就是违规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研究报告 食药署回应 除非业者能提出有力证明 否则就会按照现行法规的检验技术 认定参甲油 开出重罚 U10 TV 林华吴登丽 台北报道 今晚会见到 你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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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